女人听见柜子发出怪响 打开一看 确实空的突然 今天为大家带来恐怖故事 电影 一对男女正在睡觉 突然男人说起梦话 无意间透露出军事机密 听到这里 女人爬起来 从隐蔽的桌底翻出电报 原来她是潜伏在男人身边的卧底 然而就在她发完密报之后 身后却伸出几只鬼手 其中一只还吃起了豆腐 女人气急败坏 她一把打向那只手的主人 摘掉她的头套斥责 原来这是一部民国鬼片的拍摄现场 女人是这部片的女主角 女主角性格十分傲慢 这一下被吃豆腐就更加生气了 对着片场大发一通脾气 男主角赶紧来解围 但女主角要求他们改剧本 否则就不拍了 随后走进了化妆间 遇到了扮演女鬼的女二号 气头上的女主角又对着女二讥讽起来 虽然女主角刁蛮任性 但是没人敢反抗她 因为这部电影是她的公司头拍的 就连导演也要看她的眼色 没办法 他们只好先拍男主和女二的戏 然而拍摄的时候呢 出了意外 女二突然晕倒在地上 还声称自己刚才看到一个鬼影 但没人相信她的话 都觉得她太累 产生了幻觉 让她休息一下 就在离开的时候 男主角回头看到女二张着嘴 想说什么 她带着疑惑离开房间 听到片场的人在聊天 据说这里以前死过很多人 男主角虽然觉得这是迷信 但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上厕所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这地儿阴森森的 就在这时 卫生纸突然自己动了起来 一只手从隔壁伸过来拿纸 男主角抬头一看 哇 一张蓝色的鬼脸在看着自己 男主角吓得大叫 跑出去跟大家说有鬼 但没人相信她 男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拍戏 这场戏是拍她和女鬼 生前动房的戏 然而揭开盖头却吓了一跳 盖头底下竟是之前 她在厕所看到的蓝鬼 原来因为女二还没恢复 所以找了工作人员当替身 真是难为男主面对这样的脸 还要深情款款地说情话 拍完这场戏之后 男主角立马找到女二 得知原来她看到的也是蓝色的鬼影 看来只是一场误会 接下来的这场戏 要演男主遇到王七的鬼魂 男主告诉王七他已经死了 然后把镜子照向他就行 然而在拍摄的时候 女二却跟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紧接着又晕了过去 导演听出女二说的是泰语 男主角赶紧打电话 给自己的泰国朋友求助 然而听到朋友的翻译之后 男主角整个脸都绿了 一时间片场人心惶惶 为了验证行为诡异的女二 到底是不是鬼 朋友告诉男主角一个办法 只要从当下往后看 就能看到鬼的真身 这一看不得了 女主角当即害怕地 要离开片场 但导演必须在五天内拍完这场戏 没有时间再耗下去了 在他的说服下 女主角终于答应拍完再走 下一场正好是他和女二的戏份 女主角大着胆子拍摄 好在拍摄过程一切顺利 女主角还因为呈现的效果不错 被导演一顿夸赞 最后是男女主和女二一起的戏份 一开始一切正常 只是女二忘了一句词 当他们重新拍摄之后 女二突然发狂 身体开始扭曲 紧接着掐住了女主角的脖子 危急关头 男主角抓起桌上的花瓶砸了过去 女二放开手呼腾 导演也跑上去 呵斥男主 原来这一切都是导演的主意 为了让男女主的恐惧感更加真实 他故意安排女二 扮鬼吓人 好在 有惊无险完成了电影 最后再加上后期 鬼斧神功的批图 审核原眼神也不咋地 看完 狂吹彩虹屁 导演竟然凭借这部电影 火了 男主角最后 也和女二走在了一起 可当导演问起他 泰语跟谁学的时候 女二却一脸疑惑 他根本就不会泰语啊 听到这话 二人毛骨悚然 原来他们在片场 真的撞到鬼了 故事结束 本片来自中泰韩和拍的电影 魔镜 导演试图通过比较 诙谐的方式去拍摄 电影和现实之间 虚实场景的交错 让人难辨真假 从这一点看 算是成功了 结局也算是点睛之笔 但利益一般 由此看来 国产鬼片还需进步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